好了,今天我會教二進制變成十進制的方法 首先,我們其實每一個進制的數字都會有一個自己的加權值 譬如我們舉個例子,我有一個二進制數 111110 這樣說話 其實這個二進制的數字,這個二進制的數字,我們要加回這個符號 這個二進制的數字,其實對我們來說 每一個位置都有不同的數值 而我們的怎樣記法呢?就是 0,1,2,3 如此類推 如果我再多一個,就是4 好了,這個是幾個進制?二進制,我們就寫它 2,2,2,2 即是說呢,原來這個位置呢 我們這個位置呢,這個位置呢 就是0的 2的0次方,它的加權值了 好了,如果我想知道,究竟11102進制是等於幾十進制呀 我那條式就是呢 1乘以2的3次方 加回 1,這個1 這個是1啦 乘以2的2次方 加回 都是1 乘以2的1次方 再加回 1 sorry 0 乘以2的0次方 好了 那我核子一算呢 2的3次方就是8 2的2次方就是4 2的1次方就是2 2的0次方就是1 那記住啦,任何數的0次方呢 都會是1的 好了,那再核子一算了 1乘8得過8 1乘4得過4 1乘2得過2 0乘1是等於0 那再計 就是14啦 那一般來說呢,我們是可以不用寫這個10的 我們都understood了是10的啦 OK 好了,那這裏呢大致上呢 我們就是個計法 首先 我們把這個數 這個數 給它加權值 在最右手邊 就是會0 1 2 3 如此類,如果再多一個就是4啦 5啦 好啦,因爲這個是二進制的關係 所以呢,這裏呢就會是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那麼 我就再把它 這裏 上乘下 即是數值乘以加權值 得到這個啦 再加回 數和數之間有個加號 數值乘以加權值 加 數值乘以加權值 加數值乘以加權值 如此類推 就這樣計算 3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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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1 1